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它炒到两边都是金黄的 然后就会放我们的雪地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东西最后会就是黑暗成什么样 反正但是总之我们就算入座 这个12点就是0 然后倒的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开 然后把它慢慢加热 是的 加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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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我平时就是没有拿电磁炉做过饭 第一次拿电磁炉做饭 就有点紧了这样子 反正显得我好不专业 但我确实很久很有没有动刀了 那就是会 我有点不习惯什么东西 好嘞 好嘞 我们把这个温度调高 这锅怎么找点不着啊 这锅是专门用电磁炉的锅吧 这也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啊 那我们就是 因为这些现场突发的情况 就是点不着了 那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锅吧 几经过程 我们的故事也是终于准备开始了 我们的游戏也是正式开始啊 现在这样就是正式开始了 我们拿点简单就不受 第一步是 下面油 那我贵人呢 就是做饭比较喜欢用筷子 筷子就是比较简单油起来 然后 当然了一般就是有这个的话 也会方便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用筷子就够了 这样到时候可以少洗一份餐具 我们把这个鸡翅倒下去 虽然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比较正常啊 但是我们这个料理 有一个非常大的bug 就是我接下来 人家会用雪碧带汽可乐 去做一个机器 从现在开始计时 我觉得应该是间隔三分钟左右 不它就是煎好了 好 那这个颜色来看 感觉已经就是差不多了 从颜色来看可能这个 哇 从颜色来看呢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来就是关刀小火 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呢 有点大意啊 那我们现在关刀小火一点点 大意看得出来就是我的做饭能量 不是非常成熟 那些调味料 那些调味料具体是什么的 哎呦我这烫出一个包来了 我冲一下 盐呢就是 因为目前还没有放什么咸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还要放一点 刚开始做饭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油爆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很怕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一定要穿那种长袖来做 但是做了一次它以后 第二次就没有那么怕了 我跟你说 我看到很多那个 就是飞行狗做的就是这样 但是我没有那么怕 然后我们再准备了一点东西 料理大厨 它是这个葱 它是不切开的 一般我只会切一点面葱 但是它的这个葱呢 它是这个打一个像结一样的东西 我就放进去 它们也打成就是打成一个简单的结的样子 好像跟那个视频里面的样子不太一样 是不是以它那个葱 是整个进到窗户里面去的 哇 我感觉出来的东西就这种成品会有点黑暗 所以还有点期待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看一支视频的人 应该还是有相当多人从来没有试过 雪碧鸡是这个概念 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直接就是把火一关 然后看一下这个鸡翅的颜色 它算是没有加可乐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放酱油比较多的缘故 我最开始就是因为就是知道今天不会加可乐 所以放酱油稍微有点多 希望它不要过咸 所以它这个颜色整体看起来还是OK的 好 好 一道就是黑暗料理雪碧鸡翅就此完成 然后呢就是 看上我的兜帽 最近酷酷的试吃 哇真的好甜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能好吃吗 就是我可乐鸡翅我吃的都很少 嗯 还行 它味道很正常 甚至还有点好吃 既然它的颜色最后出来也不丑 然后我觉得味道也还OK 还说得过去 味道还不错 接下来我要请 明天出发的大厨 这样子来给我拼 就是让他来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我想试一下 最近很 好感兴趣 吃到我 我想吃 是吗 嗯 最近的 吃鸡翅 有把骨头抽出来的那种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可以 这要配个白鸡翅 嗯 今天吃可能有点甜 这白鸡翅刚好 还好吧 我觉得要令他吃 嗯 一两分 这么高吗 嗯 那边是一七分 那快吃鸡翅老板 请我们吃饭 他要吃饭 他要吃饭 他就吃那么一点 你看看 他们两个都很注意自己的空膛 你知道吗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那两位队友都觉得还不错 你看看 这要鸡翅打8分 那我继续吃了 那这期Vlog就暂时到这里结束 希望大家支持我下期Vlog 拜拜